9月17日,黑色幽默青春电影一座城池在上海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80后,新导演孙伯涵携主演房组名小薰齐齐亮相为该片宣传造势 由于一座城池改编自寒寒的同名畅销小说 因此该片从筹备起就一直备受关注 甚至还引发了一些书迷们的争议 不过从前一天北京的首映来看 导演孙伯涵坦言自己终于放心了 其实我之前是有些担心的 但是看完了以后我发现他们很快乐 所有人都很快乐 昨天晚上,然后那个效果非常好 后来大家没有说我看不懂 或者因为很简单 但是这个电影可能对年龄的要求是有一些的 可能40岁以上的哥哥们 你们可能理解不了这种情感 因为你就没法带入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这是一部年轻人拍给 真正的一部年轻人拍给年轻的观众 看的一部电影 连轴传的宣传让房组民有些疲劳 因此在现场小房子也显得有些沉闷 只有谈到电影时才表现出了一些热情 采访当中房组民坦言自己正在积极向导演取经 希望可以尽快完成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导演都有自己不同的对视方式 那她的比如说跟之前的或是之后的也有不同 那我要找到我究竟要干嘛 还有我的拍的那部片 以后之后要自己导的那部片的类型是怎么样 帮助还蛮大的 就是每一次我跟新导演合作完之后 我都会说 哇如果我学他们这样子拍之后 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导演的话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都都都就想要应该会省很多路了 以后以后拍自己拍的时候 那自己拍的是有构想了吗 嗯还没有就是就是希望是让大家开心的片子 不要说之后最后全部时光啊或是怎么样 据悉该片将于9月18日全国上映 一场有关黑色幽默的青春狂潮也将席卷全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